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我们的大春耕小串门节目陆续走进了很多百姓家 发现了不少有意思的春耕故事 其实如今不只是农民为了春耕而忙碌 很多城里人也开始干起了农活 享受春耕带来的乐趣 那么究竟春耕是如何走进城市的 这些城里的春耕者 此时又正在忙些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可以拿起手机参与摇一摇互动 打开微信点击发现摇一摇 摇TV获得惊喜福利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城市农夫的快乐春耕 大春耕小串门 今天我来到了北京市前门附近的西草市街 这里住着一位我们曾经拍摄过的人物 张桂春没错就是在屋顶种菜的那位能人 今天呢我们再来他家串串门 看看他现在正在忙些什么 走 在这个不足90平米的屋顶上 我再一次见到了这位种菜达人张桂春 我看这顶子上的架子都已经搭的差不多了 您这是在为这个今年春耕做准备呢 对啊每年这架子都是经过一年的风水一帅 雨林它有不结实的地方 今年开春了种之前要给它整一整 拿铁锤给它固定固定 安全第一嘛 有句老话说的好 古雨前后中瓜中豆 因此这几天张桂春就开始忙着搭架子 松土收拾院子 为春耕做着准备 想要春耕就要先从买菜苗开始 因此在我的强烈要求下 张桂春答应带着我一起去看一看他挑菜苗的本事 车子行驶了二十多分钟后 我们来到了北京市南四环花木市场 以前我都是自己育苗 拿籽自己在家育 然后再移栽 现在卖苗子多 他们都是专业育苗的 把苗买回来回家移栽 非常省事 这样就省事了 省事了 买苗贵不贵 买苗不贵 几毛钱一颗 一块多钱一颗 花木市场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菜苗和树苗 种类繁多 但在我眼里 这些无论是菜苗还是树苗 长相上都相差不大 根本无法区分 而张桂春就会挨家先看一遍 时不时的还会把苗子拿出来仔细端详 他这样做究竟是何目的呢 原来张桂春是在挑选 平时不太好买到的特殊品种的苗子和优质的苗子 而在众多菜苗中选出优质的自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那么在挑选苗子方面 张桂春有什么特殊的技巧吗 半个小时的时间 张桂春带来的空框也渐渐被各种菜苗装满 在一番精挑细选后 他决定带着今天逃到的宝贝回家 一回到家 张桂春第一时间就是忙着种起了菜苗 把这么伸的一个坑 这个是我自制的中药杀虫 杀虫去 对 纯重要的 放进去 埋上 埋上 埋上千万不要摁 种完了以后 这个羊肉是牵的 就是咱们吃羊肉是牵的 一定要给它固定住 在我看来 种菜也挺容易的 于是呢 我就学着张师傅的样子 种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棵菜苗 此外 因为地方不大 张桂春就想出了 节约土地的种植办法 这个办法又是什么呢 第一层西红柿 一颗一颗西红柿挂满之头 第二层大西瓜 每个都是十斤重 垂着一排 第三层平面黄瓜 一墙的大堆黄瓜 第四层我把葫芦引上来 吊着大葫芦 一共是四层 又爽地方又好看 又讲究种菜艺术 几个简单的架子和创意 就让这个不足三平方米的地方 种出了四种蔬菜和水果 这着实让我对张桂春刮目相看 而对于今年的屋顶菜园 到底该种些啥 张桂春也有自己的规划 今年有茄子辣椒西红柿 黄瓜扁豆等等吧 一共是将近二十个品种吧 你别看现在的园子光秃秃的 因为现在播种季节 一到七月初 满园的果实 缩果累累 看着非常的感觉愉快 看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都开始向往都市里的田园生活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像张桂春一样 在都市中既有种菜的场地 又有种菜的技术 那么对于一些想在家里享受种菜乐趣 却不懂技术的人来说 又该怎么办呢 大春耕小串门 今天我又带大家来到了 深圳市一位热心观众的家里 来他家串串门 听说他家今年的春耕格外的新颖 那究竟新在哪呢 我带您一起去看一下 你好 周先生您好 我是中央电视台聚焦三东栏目的 王沈成 欢迎您好 经过简单的了解我才知道 原来周先生家的春耕 靠的是一种新型的种菜机 我看到在这个机器上面 居然长出了白菜 生菜 紫甘蓝等蔬菜 这是怎么回事呢 它只是纯水的母土栽培 只要每个月就是说它 菜苗来了之后呢 加一些营养液 然后其他时间就 基本上就是不用管它 它是微电 它自己里面有个电脑 自己去控制它的开灯 就模仿它这样的灯光 然后基本上就全部不用管它了 原来这个种菜机是周先生 在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看到的 一见到就很喜欢 当时就买了一台回来 据周先生介绍 这个种菜机操作起来十分简单 就是先从网上买回一些菜苗 种在机器上 再在水盆里倒上一些营养液 一颗菜就长成了 因此即使不会种菜的人 也能种出菜来 从它配菜苗过来 成长到这种完全是可以吃的 大概就十天左右 十天左右就能长成 对对对 它刚进来的苗多大呀 就这种 这就是进来的 然后那就是十天左右就能长成 像下面这么大是吗 随后周先生的母亲还亲自下厨 给我们现场做了一道蔬菜沙拉 它这个蔬菜啊 其实我挺想不到的 就是在这种机器上也没有土壤 它能种出这种口味 就感觉口味和我们平时吃的蔬菜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要不说我还是不知道的 是这样的机器种出来的 挺好吃的 那究竟这台神奇的蔬菜机是如何种出蔬菜的 它的工作原理又是什么呢 为了进一步了解 我来到了这台机器的生产企业 我们这个是采用无土栽培的技术 你看到我们这个LED灯 就代替太阳光进行竹筋光合 然后往下面看我们是营养液 然后根系进行吸收营养的 哦 是用营养液去代替这个 对对对 哎 那我能拔一颗看看 可以啊 你可以看 能直接拔哈 可以直接拔 哦 是这样的 这有一个海绵 然后下面是根系 根就浸泡在营养液中 对 然后吸收营养 那么通过这种机器种出来的菜 它和我们平时吃到的蔬菜 又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这个营养液啊 可以满足这个植物生长的 16种必要营养元素 目前这个菜的市场价格 是每斤15元钱到25元钱 市场上到底对它有多大的认可 我们暂且不提 但这种蔬菜机的出现 确实给城市里那些 想要享受田园乐趣的人 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当然 这种新型蔬菜机 种出来的菜 目前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 又是什么呢 它吃起来有一些清淡 哦 那清淡是因为它缺少 跟正常蔬菜比 它是缺少某些物质吗 是的 它里边最主要是缺少了 柳元素 柳元素出来的这个味道 非常的醒目 所以呢 对人的味蕾的刺激比较大 你会感觉到有味 董沛还告诉我 下一步他们正在研究有机营养液 让这个菜没有菜味的问题 得以解决 现如今 都市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而且在形势上 也不局限于阳台种植和家中种植 还包括一些城市里的农业园 供市民观光体验的农业项目 等等多种形式 在北京六环附近 我就找到了这样一个休闲农业园 市民们可以来到这里种种菜 体验一下农业带来的乐趣 一到菜地来 你看看着这菜长得稀不稀 看着挺高兴是吧 不光是个吃的问题 看着这些菜 再来生长 这个心情不一样 那菜园不光是老年人可以 年轻人也可以 这些种 重拆一种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 这个孩子就是光着脚丫子 跑来跑去了 就是接地气 回归大自然 都市农业是现代化农业中 一个大的发展趋势 而随着科技的提升 农业也开始变得高大上起来 同时在城市里发展体验式农业 个性化种植等新型模式 也可以满足更多大众的需求 总之 都市农业正在向我们稳步走来 城里人阳台上不多的几株植物 能承载人的乡愁 农业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 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 是一种人与自然交融的过程 因为有这样一个内在的逻辑 农田里的蔬菜瓜果 在向城市人的阳台上渗透 城里人呢 也在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乡间的田野上 城市人的春耕都市里的农业 这是一个时尚 也是一个现代农业发展的新领域 一群地道的农民 他们的手艺为何如此巧夺天工 大火车熊熊燃烧 司机放弃逃生 把车开离加油站 更多内容稍后播出 好 欢迎回来 俗话说啊 360行行行出状元 这不最近 湖北省香阳市香州区 就举办了一场柳边工匠技能大赛 这些柳边工匠啊 都是来自湖北山东安徽 河南四省地道的农村高手 那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绝活呢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香阳市香州区 张庄村 这个柳边大户赵爱兹的家里 他现在正在编这个柳边的作品 据说下午他参赛的作品 就是我手中拿的这个意大利提篮 这个去年呢 他参加过比赛 拿了两个二顿奖 今年他还想准备拿一顿奖 今年他是否能拿到一顿奖呢 意大利提篮就是赵爱兹这次比赛的货品 为了能拿到好的名词 他在家里反复练习 这个你编完得花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如果说在我们市场上卖什么价 在我们市场上这个三十四块钱 三十四块钱 出口来出口 这个四美元吧 赵爱兹告诉记者 他们这里的柳边产品几乎全部出口 他和丈夫俩每年仅柳边纯收入就在十万元人民币左右 整个出口的产值是两千万美元 两千万美元 人品顺手都应该在一万五一万六左右 张国强告诉记者 他们镇的柳边专业村就有十一个 柳条种植面积两万多亩 一万两千多人从事柳边产业 涌现出了许多柳边高手 他们通过层层选拔 就有九十多人将参加这次柳边技能大赛 我现在来到了中国襄阳城河2017柳边工匠技能大赛总结赛的现场 这个我身后来是来自全国四个省一百一十名的选手 都是来自农村的柳边高手 在这一节高下 再有两个小时 我们就可以看到谁是今天的冠军了 比赛在裁判的一声令下开始了 只见那一根根柳条在选手们的手指间 翻飞穿梭 高手就是高手 不到一个半小时 所有的选手都完成了比赛 一个个柏锦花篮提篮等精美工艺品就展现在人们眼前 这时记者在现场却发现一个新鲜事 赛场上还有一位选手被许多志愿者围着不让他走 这是为啥呢 原来这位选手在表演一个绝活 在很短的时间内能编织出一个精美的宝葫芦 这个带想到葫芦 这个据说十分钟就可以颠好 这个在这个国内市场可以卖五十到八十 这个这位选手就是来自三栋宁仪的 你叫什么名字 叫张希秀 现在这个张希秀给我们现场表演 十分钟能够把这个葫芦给颠出来 我们来看看 开始啊 这柳条在张希秀的两指间顺时针旋转 仿佛跳起华尔兹 张希秀还真是个柳编高手 他仅仅用了五分钟弹笑间一个小葫芦就完成了 记者在张希秀的指导下也学着编一个小葫芦 可柳条在记者手中就是不听使唤 记者才编了一半 张希秀另一个小葫芦又完成了 看来这高超的柳编技能并不是一日之功 比赛名次揭晓了 赵爱之这次虽说没有拿到一等奖 但他还是保住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城河镇镇长张国强告诉记者 柳编技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他们举办柳编工奖技能大赛 并中奖获奖者 不仅是弘扬工奖精神 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好 接下来我们的视角转移到辽宁 前几天在辽宁省昌途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一辆货车拉了满满一车副食品 在公路上正常行驶 突然间司机通过倒车进发现 车上的货物着火了 而就在离这个找我货车不远的地方 就有一个加油站 情况非常的危急 现场监控画面显示 货车司机叶红颜 在火势无法控制的情况下 将车开离现场 那你就不怕你在开车途中车爆炸了怎么办 等他将车停下不久后 接到报警的消防官兵也赶到了现场进行铺救 到达现场货车已经处于猛烈燃烧阶段 四五分钟之后火势被彻底抚灭 在货车着火这么危险的情况下 司机叶红颜没有选择自己逃生 而是把车开离了加油站 真是好样的 为叶红颜点个赞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日前农业部部长韩长富与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兼农业水利部部长米尔扎耶福 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了中乌农业合作分委会第二次会议 韩长富表示 中方高度重视中乌农业合作 愿切实加强与乌房在果蔬种植 畜牧兽医和投资贸易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 米尔扎耶福表示 乌方愿意进一步加强在上述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促进两工农业共同发展 牛奶是许多家庭必不可少的餐桌食品 但关于牛奶的知识您了解多少呢 近日首届全国牛奶与健康知识竞赛启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 此次竞赛是农业部中国小康牛奶行动的系列活动之一 旨在通过开展广泛公益的牛奶知识竞赛的形式 普及乌品科学知识 营造奶业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 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关注去郊三农栏目的官方微博微信给我们留言 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 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去郊三农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